4月16日 靠自己学习以股票致富的机会真的存在吗?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星期天,来点轻松点的话题 一般讨论区的网友常常会想要找什么快速的智盛之道 但股市中分成投资及投机两种 这两种都需要不同的知识及尝试 投资及投机都不会有所谓很轻松就能达到的 以我这个过来人的建议来说 之前我是先被股市教训7年 这7年间我是没有读任何股市书籍的 每天就是凭感觉、凭直觉 最终当然就是被股市教训了7年 这也是大部分散户刚进到股市中会遇到的事 后面我开始找书学习 一边看书、一边操作 因为有被股市教训7年的经验 所以对于股市坑杀及陷阱都差不多了解 透过不断的交易 终于在短线投机取得成就 连续6年未尝一败 随着资金越来越大 我开始做价值型投资 近6年来也未尝一败 道理很好懂 因为我已经学会比较困难的投机了 我才开始做中长线价值投资 之前我说过 短线投机8要素 筹码面、技术面、消息面 法人心理面、散户心理面、自我心理面 操作纪律、资金配置 我在做短线投机时 其实是基于基本面及产业面的基础下投机 这样的好处在于 就算我一时做错了 我还是可以透过时间化解风险 我投机时不会去碰什么太金宝 美德一、北极星、高端、投机股、生技股 这些没有基本面的公司 我连进去投机都不会 当然是在有价值的公司中投机 所以也会看基本面及产业面 所以我在当投机课时 其实已经学会了所有面向的知识 后面在转到价值型投资时 我单纯就是把基本面、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抽出来用 大家应该有发觉一件事 我平常的文章及影片还会教你技术面、筹码面、法人心理面、散户心理面、资金配置、消息面 虽然我不短线投机了 但这就是我过去的习惯 我就是一位全方位交易者 有人会发觉我在中长线价值投资很厉害 这是当然的 因为我仅需要部分的知识就能在长线投资中获利 所以我给新手的建议是 你最好是从价值型投资开始学起 学会基本面、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后 至少你选到的标的就是稍微有价值的 不会是那种极度夸张的投机股 这使你在学习投机8要素 反正你在长线投资时 公司每年会赚钱给你 你也可以透过薪资、奖金、股息再投入的滚大资金 就算你花了三年 五年学习投机8要素的面向 在五年后 你因为有正确的投资 所以资金也已经越滚越大 这使你想要来点比较高难度的 想在股市中赚比较高的报酬 那你获胜的几率当然就是很大 很多散户很搞笑 明明什么都不会 然后又贪心 又没耐心 常常没事就希望股市快点涨 他要赶快发大财 我说过 股市是一场耐力赛 能一直在股市中存活下来的人 才会是赢家 一开始你啥都不懂 就算狗屎运让你赚几次 后面还是会靠实力赔回去的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 券商发行的主题是ETF 今天来看一下电动车 券商为了多赚一点钱 还会去发行全球的ETF 不同的券商也都会发行 因为只要发行成功后 几乎就是每年躺着赚 我们列几档电动车ETF来做一下比较 我相信很多人买了ETF后 连这种最基本的功课都不会做 就是觉得 我就是懒 就是嫩 就是费 就是弱 就是不想努力 来到股市中文赚的报酬 就会被券商零风险的吸走0.5%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保单 有几位网友分享了自己投资型 及受险型保单的惨痛经验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中招 连我也不例外 不过我中招后 我会透过其他金融负债的知识 去弥补我过去的错误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败的人找理由 当我分享给你保单的问题后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误 那你注定就是一个失败者了 我在投资级理财曾经都失败过 不过我最终就是成功地走出来 如果我年轻时就遇到一个 可以把所有面向知识分类这么好的人 我应该是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靠自己学习 以股票致富的机会真的存在吗 二 散户投资电动车ETF 简直交质伤税 三 网友买投资 及储蓄险型保单惨痛教训 一般讨论区网友提问 靠自己学习 以股票致富的机会真的存在吗 我指的不是以什么指数化 跟着大盘走的例子 而是没有任何背景 单纯靠着自己努力学习股票与财经知识 而后靠着这些知识 可能还要搭配一点点天时地利 真的致富的会真的存在吗 所谓致富 指的不是一年赚五十万 一百万 而是让资产翻了好几倍 比方说本金一千万经过正确的投资操作后 在两三年内变成五千万 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真的有吗 如果有的话 或许真的值得花大量的时间 与心力投入学习这些知识 给自己拼一个可以翻的机会 不然在台湾现在要以本业来致富 除了创业之外 对于寿星阶级是相对困难了 一般讨论区网友必回答 板上大有人在啦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可以去看老高最新的影片 非业配不负连结 主要是在讲说 赚最多钱的往往不是最努力聪明的人 而是遇到最多好事件的人 其实我觉得与其努力学习 不如去和以前的高中同学 不同行业的多交流 增加自己生命中好事件的机会 以我自己为例 和我自己本业相关的 北极新药业 当初大学时觉得这个药物的激转有够猛 就去慢慢买成本大概在48元 可以去我板上文章啦 懒得再翻照片 然后家人也有被我框来买 反正赚很多 至于怎么发现的 大一大二通试课很无聊 我又没有像同学一样很拼成绩 整天都在滑PTT看股票 然后才遇到这只股票 齐全的部分 大四那时候新冠疫情 整天都在家里线上上课准备考试 很无聊 看到板上多空挖叫嚣 就跟着买 靠北一进场真的是马上被抬出场 第一次被营业员说会强制平仓 因为我当时只拿5万元去买一口小台 考完一阶后就找很多高中朋友出来聊天 当好友和一个在政大财管系读书 毕业后在JP Morgan的学妹吃饭 才大概了解到外资自营商他们的习惯 然后又找了资工系同学搞了一个城市 后续就拿了一笔钱进来玩 今年度至今的获利59.5万 不敢说赚很多 但至少比我现在月薪多很多了 其实我也没有很努力在炒股票上 至少那些K线什么的我都是叫朋友帮我弄哈哈 我想说的是多认识不同的人比较容易赚钱 但前提是你也要有可以让别人需要你的特质 例如很会说话 高社会地位职业 比把什么三阳开泰 布林通道 阴阳线 讲得郎郎上口有用多了 而且就算最后还是没赚钱 至少你还有你的伙伴 A大回答 大家可以从一般网友逼回答中看到幸存者效应 这位网友跑去买了北极星 这很明显就是投机星要股 净值11.69元 从2016年开始 从不知道配息涨成怎样 近8年每年固定都赔钱 合计赔了24.8元 目前北极星股价97.6元 股价最高232元 半年限98.75元 这也就是说 近半年下来平均买进北极星药业的人成本就在98.75元 而现在股价仅有97.6元 这位网友玩赢了谁是一只老鼠的游戏当成他的实力 稍微有一点点股市程度的人 是不会去买这种公司的 以他今年来赚59.5万来看 既然敢拿出来说 代表这样的获利对他来说算是很不错 所以可以推测他就是小资族 当你在资金很小时 常常在这种投机股中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过程中总是会有人输 有人赢 侥幸赢的人可以出来说一下嘴 说自己是本业相关 知道北极星药业有潜力 但以北极星的基本面来看 买的人根本就是偷偷的韭菜 不论你告诉我公司有多好 有多棒 净值11.69元是事实 近8年合计赔24.8元也不会改变 按照这样的进度下去 北极星会在4年后赔光所有的净值 当你玩赢谁是最后一只老鼠后 竟然敢沾沾自喜的觉得找到成功之道 这种人活得过初一 也不容易活过十五 如果今天他赚钱是因为北极星发明了某种新药 赚了大钱 公司获利及净值大增 这使你和我说透过本业研究北极星有潜力 这我还听得下去 现在获利八字还没一贴 就觉得玩赢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是自己眼光老辣 这种人想要持续赚钱 应该就是极度困难的事 回到靠自己学习以股票致富的机会真的存在吗 这种事当然存在 我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 只不过很多散户很短事 常常觉得自己资金小 一定要靠买投机股才能快速地把资金滚大 我只能说 在一些投机股 主力股 新药股 题材股 热门股中存在很多一等一的高手 也许你可以透过一两次运气在里面战胜他们 但时间久了后 你一定是必败无疑的 你就想一件简单的事 梅西在足球界这么久了 经过了无数次的征战 最终成了足球之神 你一个菜鸟啥都不懂就想要跟梅西踢足球 而且幻想能持续地打败梅西 这不是吃人说梦话吗 我常和大家说 不要一直说自己是小资足 资金很小 所以要找一些快速的投机机会 如果你功力不好 你进去投机 单纯就是送钱给别人喝凉水罢了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当你资金小时 你一定要先充足自己的知识 然后慢慢累积资金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开始累积的速度比较慢没错 但巴菲特95%的资金 也是60岁之后才得到了 这就是富利的威力 资金越小的人 你要成功的次数要越多次 想要让你的成功次数增加 唯有透过股市知识 如果你啥都不懂 就进去投机市场中投机 里面存在着身经百战的高手 还有外资群这样的投资机构 买卖都是用客户的钱 还有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当你啥都不懂 进到投机的世界中 当然就是会赔钱 我是不信你资金仅有几万 几十万时 你的投机功力能多强 你功力若又想要快 那不就是妥妥的找死吗 我个人的建议是 先透过中长线的价值投资开始 在过程中好好的学习 股市尝试及知识 在你学习的几年之间 你中长线的投资一定是必胜的 过程中 你的薪资 奖金 股息也能再投入 当几年后 股市尝试及知识 有一定的水准后 想要去投机再去 我常常看到一些嫩到不行的人 张口就是要去投机发大财 我以前在投机时 我是很喜欢这种人 是我获利的来源 我也不会劝人要学习知识 毕竟你越弱 我越能轻易地从你身上赢走钱 当你赔光后 你就能滚回职场了 我现在是中长线价值投资者 对我来说 我教懂你价值投资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现在我在股市中赚的任何一分钱 都是公司赚给我的 想要多领一点的人 你就多买进一些股权 想要加速过程的话 那就努力学习金融负债的工具 透过杠杆去加速获利的速度 想要财富自由 一定就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动 社会就是靠每个人付出劳动力组出来的 如果你可以一年 两年就财富自由 那谁要工作 大家有没有发觉政府会对高所得的人克重税 道理就是要让这些人持续地 在社会付出劳动力 一个人25岁出社会 工作40年 65岁退休 再活15年 平均就是工作40年及享受40年 这就是正常人 想要当一个非正常人 除非你有父爸爸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小时候就要努力读书 因为未来你需要靠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去工作赚钱 越好及越高的学历能有机会得到越高的薪资 当你有好的薪资 自然累积资产的速度就会加快 白话文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一个薪资5万 一个3万 10年后一个人薪水300万 一个薪水70万 10年后两个人的存款一定是差很多的 两个人就算都进到A大的频道 做一样的事 最终一定就是薪资高的人胜出 你可以使用金融负债 薪资高的人也能用 而且因为薪资高 个人信贷 股票直接能借到更多的钱 你出社会有没有踏进暗黑五子登科的陷阱 这也会影响到你存钱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很穷 想要翻身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要有人给你一个正确的顺序及方向 如果你以前不努力 薪资就是低了 那你就是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 只要是正确的事 永远都不会太晚的 网友Daniel分享 谢谢A大 利用假日也来分享留言一下 阿北是在股市打滚了30年的老头 不敢说老手 但至少没有出局还曾活着 非常幸运在退休后能看到了A大的文章 也开始投资鸿海 2021年领了股息66万 2022年领了124万 2023年大概也是127万 我相信在A大的频道中 我的张鼠只是个小弟弟等级 但是不会再增加张鼠了 因为退休的阿北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 一年120万真的够用了 年终时还有闲钱就帮助一些社福机构 若是团体 重点是我也把A大的文章分享给家人 小孩 他们的工作还可以 台湾50的公司上班 所以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 专心上班 存钱 买鸿海 所以不仅我是鸿海股东 我们全家都是鸿海股东 孙子出生后也会是鸿海股东 网友泽卷博士分享 100张在这的确是小儿科 我有看过退休老郎从年轻投资 一直到退休累积将近7000张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投资鸿海三年了 从21张到113张 完全躲过大盘下跌6000点的灾难 想想若当初没遇到A大 现在可能已经躲在公园吃泡面 喝洗脚水了 哈哈 A大回答 上面两位网友的想法就是很正确的 目标投资几张能让自己不再为钱付出劳动力 目标相当的明确 而且他们也了解在股市下跌中抱得住的可贵之处 一些散户没有实战经验 常常就会在那幻想自己满仓劲 然后涨到多少 自己就能赚多少元 结果股价波动个3% 他就内心吸一堆 在股票市场中重要的是一直存活下去 随着时间越久 获利越多 这两位网友持有100到200多张左右 算是中时户等级 投资观念算是蛮正确的 这样在股市中赚钱 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事了 金控下的寿险业在卖不动保单及券商业卖不动基金时 他们就努力的卖ETF 等于就是让一点力 以保单来说 一次性缴的 也就是你第一年把所有保费都缴光 这样你至少要满三年才保本 第四年和定存差不多 第五及第六年才比定存好一点 如果你买的是六年 十年 二十年的 那要回本的年数就要拉长到十年 二十年 很多人上过一次当后 就不会傻乎乎的再买保单当投资 早期很多人也会买保单 什么保本型的 投资型的 债券型的 这种保单第一年就会拿走3到5%的申购费 管理费 经理费 反正就是一大堆费用 接着每年还会收一到2%的管理费 这时他们会和你说 基金一定要持有十年 二十年才会赚 这不是废话吗 你定存二十年 报酬率也会有32% 如果你买台股大型全职股 至少也会有80到100%的报酬 当你买基金后 长期会输给大盘报酬率 原因就是钱都被这些券商吸血吸走了 以你买投资型保单来说 第一年收你5% 你投100万 这样5万就被券商拿走了 你以95万开始投资 台股一年给你5%报酬 第一年满后 你会赚4.75万 加上本金95万 这样仅有99.75万 下一年要再投资时 要再抽2% 又被拿了2万走 本金就剩97.75万 下一年再给你赚5% 等于就是赚4.88万 第二年满后就会有102.6万 下一年要投资时再拿走2% 本金就剩100.5万 赚5% 那就是5万左右 满三年就是105.5万 这就是为什么满三年才会保本的原因 那很多买基金的人满三年会赔钱 道理也是很好懂 因为股市不是理性的 每年不一定会完美的以赚5%前进 以2022年来说 赔了22% 今年为止回来12% 这样还是赔十几% 这就是买基金愚蠢的地方 很多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了 所以就不买保单及基金 后面就是买了ETF 券商在收费方面就没有像保单及基金这么夸张 以全球电动车ETF来说 每年管理费就是1.14%到1.22% 会这么贵的原因很好懂 因为券商是投资全球的公司 台币要换美金 换别的国家货币后再投资 那通通都是算在管理费当中 而且美股很多公司不配息或是配很少 这就使得全球电动车ETF几乎是不配息 我们来看一下三档全球电动车ETF8 国泰智能电动车00893 成立日期2021年6月21日 投资区域全球 2022年总管理费用1.14% 前三成分股 持有NVIDIA约23.98% 持有AMD约13.07% 持有Tesla约9.79% 下一档富邦蔚来车00895 成立日期2021年8月2日 投资区域全球 2022年总管理费用1.22% 前三成分股 持有NVIDIA约23.66% 持有Tesla约17.79% 持有台积电约15.19% 最新一档星光标普电动车00925 成立日期2023年4月18日 投资区域全球 2022年总管理费用未知 不过应该就是会在1.2%左右 前三成分股 持有OnSemi约10.06% 持有Honda约9.16% 持有Commons约9.06% 这些券商就是很聪明 选了国外的标的 这样还能赚换汇手续费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金控旗下包括了银行业 票券业 信用卡业 信托业 保险业 证券业 期货业 创投业 外国金融机构等 整合后可透过交叉行销 在同一个行销通路上贩卖保险 证券 债券 信用卡等各种金融商品 已产生综效的组织形态 金控的各个关系企业 兼可借此紧密连结后 突破以往金融分业的翻离 透过金融控股公司的交叉行销 在同一个行销通路上贩卖保险 证券 债券 信用卡等各种金融商品 如果越多环节能收费 他们就是赚越多钱罢了 金控旗下的业务 可以卖你很多商品 当你买的ETF包含越多层业务 自然管理费就越高 那些券商也不在乎最终 你买的ETF是赚或是赔 他们就是要每年稳赚你 1.14%到1.2%的管理费 大家不要小看这费用 你把钱存银行 以目前一年定存利率1.6% 银行放款出去约2%左右 就是赚了0.4% 透过10倍杠杆就有4%的报酬率 当然也有放一些风险系数比较高的 利率也相对高 例如职业 薪资不好的个人信贷 放贷到利率3.99%到10%都有可能 职业好一点的 可能是有机会2%以内 还有一些风险系数更高的现金卡 信用卡 利率高达15% 这些就是他们赚钱的项目 今天金控下的券商发行了ETF 可以赚到1.14%到1.22% 那算是很不错的稳定收入 当然很多人对这么高的管理费不买单 那ETF券商就会推国内的ETF 券商会觉得人都是爱比价 上面全球电动车ETF管理费1.14%到1.22% 觉得很高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锚点 让你觉得管理费1.14%到1.22% 然后也推出国内的电动车ETF 管理费仅有0.59%到0.64% 就是全球电动车ETF的一半 而且国内电动车ETF持有的股票是台湾公司 每年股利率平均就是有4%到5% 一般人有了1.2%左右的锚点后 就会觉得0.6%的管理费很佛心 这种感觉就像是 百货公司整年商品价格都超级贵 这就是为了给消费者一个锚点 当然贵富级的要买服务 平常就会去围着价格买单 但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他们会等到百货公司周年庆 原价打五折打三折 这时大家就会发觉百货公司人挤人 他们会觉得百货公司平常都不打折的 价格超硬 一定要把握周年庆的时机 其实百货公司本来就是要卖你三折或五折的价格 单纯就是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让你中锚定效应 整年就租了摊位 养了贵姐 让你感觉价格就在那 但其实就是锚定效应罢了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电动车ETF 中性绿能级电动车00896 成立日期 2021年9月9日 投资区域台湾 2022年总管理费用0.59% 前三成分股 持有台积电约11.72% 持有鸿海约5.73% 持有台达电约4.28% 下一档永峰智能车供应链00901 成立日期 2021年12月6日 投资区域台湾 2022年总管理费用0.64% 前三成分股 持有台积电27.37% 持有联发科约8.13% 持有台达电约7.58% 大家会发觉很多网红 写手会说主题是ETF很棒 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大的利润 这些券商只要成功地发行了ETF 以0056为例 规模2000亿 每年收个0.7% 这样一年就稳赚14亿 0056背后就是50档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每年会赚钱也是天津的亿 所以0056就会一直运行下去 每年固定14亿的收入 这真的很香 大家觉得2022年台股下跌20% 20% 0056收不到管理费吗 当然收得到 赔钱你家的是 管理费就是客户赚钱或赔钱都要收的 一开始ETF发行前 券商就是杂钱买广告 请网红业配 只要成立后 每年前就如流水 哗啦 哗啦 哗啦地流进来 如果我能发行ETF 我一定一直发行的 就一堆傻子一直在买ETF 券商就一直发行 一直发行 光台湾50成分股的ETF就发行了很多档 不同家的公司发觉这么好赚 自然就抢着发行 网友用分享 星期五把搅了近17年的投资行变而受嫌解约 计算一下投入的资金还到赔2万元 感觉就像是买了一张20年期的定期险 当初买的时候 期望可以赚到很多钱兼有受嫌保障 真的好傻好天真 追踪A大三年多了 每天听A大分析与分享各式各样的理财商品 这类商品会有什么问题与迷思 谢谢A大让我有正确的投资观念 人生中的大贵人 网友丽雪分享 我之前解掉两张储蓄嫌也是赔了5万元 但是 我买储蓄嫌是为了以后有钱养老 如果以解约完的金额买入红海 长期持有 领完股力再投入 稳赚不赔 网友Marco分享 我前二周也解一张第15年的储蓄嫌 赔了快6万 也是准备慢慢买红海 A大回答 这个社会充满了很多社会陷阱 不要说你们 我年轻时也买了一堆保单 之前在股市中赔了很多钱时 新会议人也买了一张15年期的保单 这张保单今年9月就满15年了 单纯就是保本而已 一年缴4万2 未满15年领回都会赔20万左右 总共缴了近60万 现在这一笔钱对我来说就是很小 但我也是有亲身的买过才会和大家说 这种商品拿来当投资给理财有很大的问题 我除了自己买的外 家人还帮我买了一张一年缴2万的终身受险 这张缴了17年了 以目前有全民健保来说 这类的保单根本就不太需要 我也买过一次性缴的美元保单 及一次性缴的台币保单 美元保单四年半下来赚了9%左右 我和大家分享这些保单不好 绝对不是我对这些保单有成见 而是我真实的经验 大部分在买保单时 都会被销售员骗得团团转 什么美元宣告利率4% 等于一年有4%的报酬率 台币宣告利率2.99% 结果到后面就是一直降宣告利率 现在这些保单的宣告利率都快比一年定存低了 保险公司就是吃准你不敢解约 就如我说的 哪怕是一次性缴的储蓄险型保单 你在位持有满三年 你一样是会赔钱 满四年才和定存差不多 到了第五及第六年才小赢定存 更不要说月缴 计缴 半年缴 年缴 这些至少要报十年 20年才有可能回笨 想赚钱是不可能了 一些销售员是把保险绑在里面 就拿你每年生出来的利率去买那些保险 还有一部分是业务的推销费用 不过如果你不懂得正确的投资的话 保单确实是能帮你守住资金 不过如果你进到A大频道超过一年的话 这时你还握着这类保单或买这类保单 你妥妥的就是大韭菜 股市投资一年有固定5到10%的报酬率 平均配出4到5% 只要你挑到有价值的公司 傻傻的像保单这样报10年 20年 当你20年后回头看 至少都是赚一倍 两倍 这时有人说 之前他老爸买宏达电 买国泰金 买天价的生计股 新药股 报了10年 20年还赔钱 刚刚我说过 你要买进有价值的公司 而不是买一些获利被别人先拿走 风险你来单的个股 大部分持有股票很久还会赔钱的原因在于 他买到净值10元 股价200元 300元的公司 而且公司不一定能稳定且持续获利 买到那种公司 你当然就是很难赚钱 我看到无数位大频道的网友 退掉自己这种没有用的保单 这些人就是有了股市知识及尝试后 开始检讨自己曾经犯的错 我说过 当初我买了一次性缴的保单后 我买了一两年后就意识到这件事是错的 我就透过个人信贷 股票直接把钱借出来 而且是借两倍的钱 以弥补我犯的这些错误 去年我把美元一次性保单解了 合计买了四年半 不过我在第二年时就已经透过个人信贷把钱借两倍出来了 还有手上的台币保单 也是透过股票直接借了两倍的钱出来 在这个社会上你想要不犯错 那真的很难 很多大型机构设了很多陷阱给你 但当你吸收到正确的知识后 你是否有决心的去改更错误 这就是你能否成为赢家的关键 网友凯提问 我问一下 我最近用一般房贷300万家自己的存款购买40张红海 但有某个社群大佬建议要用理财型房贷3%比较好操作 因为我是用一般房贷2.1%榜3年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就打算长期持有 所以就考虑一般房贷榜3年 我还是搞不懂理财型房贷哪里好 网友盛宾回答 理财型房贷期间不用还本金 还款压力会比较小 且本金可继续拿来投资 用多缴的0.9%利息换得投资股利率10%的红海 网友Rogelberg回答 我是理财型房贷 利率为8大型库房贷平均机动加0.94 如上面大大所说只要还贷款即可 只要还利息状况良好 工作稳定 每年只要再缴3000到5000的手续费就可自动续约 且若你的心里面尚未建立完成的话 可以只投入部分贷款的资金买红海 动用多少还多少利息 电脑会自动算自动每个月将利息累积为贷款 一般型房贷贷下来所有贷款都要记息 只要你心里面建立好了 用一般型房贷买红海是没问题的 只还利息即可 理财型房贷可先投入部分资金 等到心理层面建设好 不会换得换失 就可持续加码剩余资金 A大回答 你要是自己的情况而定 有一些你所谓的大佬 他们就是会短线的买来卖去 觉得这样可以最大化报酬率 他们想要用理财型房贷的原因在于 买了股票后会卖 卖了股票后等待时间 时间把理财型房贷还了 这样就不用利息 而且借多少算多少利息 如果你想要长期投资 每年就是要红海赚的10%资产报酬 中间也不会想要买来卖去 那当然就是用利率比较低的一般房贷 房贷利率2.1% 目前这样的利率算是很漂亮的 如果利率来到3% 这样就稍稍有一点点偏高了 如果你没有要买来卖去 其实当然就是要选利率比较低的方案 而且一般房贷也有宽限期 期间也是仅需要缴利息 别人的情况和你不同 所以会有不同适用的情况 当你想要买进卖出时 你就不是稳赢了 很多散户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觉得短线买来卖去好轻松 这样赚比较多 但八成以上最终都是赔钱 想要在股市中成为短线高手 你必须要精通很多面向 如果你只是一个菜鸟 嫩兵 卤蛇 你使用理财型房贷 然后学别人在那频繁进出 最终有可能就会败光你的房子 然后破产发毕业文 当你拥有足够多的股市常识及知识后 你就能分辨出哪种情况适合你 哪一种不适合你 现在你就是股市常识及知识不足 觉得别的大佬比较厉害 觉得他这样做一定比较猛 其实单纯就是他操作的方法 适合理财型房贷 如果你想要一直抱着 然后觉得大佬比较厉害 然后放弃一年利率2.1%的一般房贷 换成理财型房贷 就种傻瓜就是你而已 一年平白无故的少了0.9%的报酬率 文章出自 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傻吧 好害傻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好害三百 好害三百 好害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 加油